它這個是正面 這個是背面 這個是正面你 對啊 觀眾開始覺得口味越來越重囉 現在有沒有很像化妝老師 我首先呢 這件衣服我只能講 它非常的難穿 我直接脫給大家看 哎呦 這個光真的是 滿明顯的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 啊 哎呦 有沒有 幹嘛啦 沒有今天馬上司機就來 那馬上司機就說 我看你之前那個換衣服的啊 好像做的很厲害 我這邊真的有幾件衣服 我沒有辦法穿 我真的買了 不知道怎麼辦 我先想說 拿去退啊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希望你來幫我解決 啊但 你們有看過他走中獎給我穿什麼啊 我就想說 你該不會拿這些衣服來給我穿吧 畢竟 他的 大小跟挺度呢 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我想說 今天起來就要遭受到這個 柔虐 平常不會穿那樣出門 那因為我會 所以我會 哈哈哈 好啦 那我看一下你的衣服啦 請叫我 衣服DOT DOT OK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嗎 是啦 怎麼會 我有幾件衣服 真的是我買了之後 看了很喜歡 可是買了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穿搭 因為MODEL都是整件穿起來很美嘛 嗯哼 自己穿到身上來發現 少那一樣少那一樣 可是我就覺得 衣服這樣買沒完沒了不行 所以你的是單件 就不是他一套 我覺得最難搭配的就是單件 這個有什麼好難搭配的啊 我想要整件毛茸茸的感覺 但我就不知道下面要穿什麼啊 我等一下來 這件簡單 簡單 還有這一件 說不買來之後 我覺得有點不知道什麼 什麼意思 綁帶的 這件我等一下處理 我等一下處理 再來是有一件洋裝 我不敢單穿 外面要搭什麼 我們這種手臂粗的啊 就 等一下我穿一個 單穿跟不單穿的造型好了 再來是這一件 我真的很喜歡 但我怎麼樣都穿不出門的一件衣服 它這個是正面 這個是背面 這個是正面你 對啊 觀眾開始覺得 口語越來越重囉 而且原本以為 欸這個是背面吧 沒有 背面的話 它是整個打開的 哈哈哈 OK 我幫他們診斷差不多 我現在大腦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現在就去換衣服 好衣服Doctor 拜託了 那我們歡迎 衣服Doctor OK 各位 我不知道這件衣服到底有什麼難穿的 兩個方式上 一個就是比較chill的感覺 搭一個破褲 然後隨性搭上一個小包包 就是名牌 但是看不出來它是名牌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涼鞋 你就會覺得說 這件衣服有什麼好 難搭的嗎 髮型一定要就是 指髮或下面圍一卷 不要大波浪 大波浪就不行 然後勾在顏後 走路的時候就是這樣 感覺自己自身現在人在澳洲 澳洲 袋鼠呢 來我們拍一張 讓我們往北拍 就非常可愛 但如果你要sexy 下面的褲子可以穿那種 緊身的牛仔褲 淺色 包臀 你就會整個線條變得非常好 這件衣服就是這樣穿 有沒有 再來如果你想要營造一種 白色戀人 冬天 有沒有 沒錯 然後去那個 耶誕城 來 很簡單 飛鼠花戴著 很難用 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表情 然後你眼線 我跟你講 你的眼線就是 不要畫高高的 就畫小槌 就有點無骨感 完美吧 麻西 完美 完美 好了 謝謝大家 第一件就這樣子 下一套 怎麼了 你這件衣服 如果單穿 是長這樣 沒救 你看喔 它這邊 並不是比較下來 你會看起來這邊很寬的感覺 再來 它下面有一點過長 它又不是收尾 如果是收尾的話 還可以理解 但它就有點過長 又狼狼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 就很像 包豬婆 或者是在沙灘上 一聽抖音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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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管比較好嗎 為什麼 因為她沒有做縮腰 所以妳縮了腰就會好一點 現在問題是上面很快 來 我跟你講她一定要走歐美暴露 可是這又很難暴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newbron搭起來 等我一下 我要看到 我把她配上了一個耳環 把母線爆出來 她就是那種很歐美 好像有兩個蛙公 有一點知性美 就覺得說 欸這個女主管好像在辦公室 跟老闆會有一點戀情 對然後或者是我現在要下去 法國餐廳裡面買一杯咖啡 我沒有咖啡謝謝 這個是我在辦公室看到會很舒服的女主管 是嗎 忘記了 忘記了 來我們不要讓她更美好 下班了 改變一下造型 再帶個小包包 兩個不同的造型就出現了 等一下去跟老闆約會 很厲害 這一個配件超級無敵加分 配件好重要喔 下一件 下一件 OK第三件 現在有沒有很像化妝老師 我首先呢 這件衣服我只能講 它非常的難穿 我直接拖給大家看 這是免費可以看的嗎 那這件呢 它可以有兩個穿法 一個就是搭newbrow 一個不搭newbrow 不搭newbrow的話 看起來就會比較在發一點 來這件衣服 它就是兩邊喔 兩邊這樣綁起來喔 嗯 它就是兩邊這樣綁起來 好後面 你就這樣綁起來嗎 然後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衣服 就是你買這邊好像要這樣子呢 還是這邊要這樣子呢 褲罩怎麼辦 來我跟你講 最好的高度 它需要防一定的高度 然後你會拉它 重點是我們頭髮不要再大捲了 我們要來個俐落的 兩邊分 口紅我剛剛補上了 就是再更紅一點 然後穿上這個高腰的白色褲子 就有一種 髮質感 欸天啊 髮感 重點來了 眼線筆 欸這真的是化妝師 哎呦 氣勢整個出來了 OK 我們現在補了更兇一點 因為它就是要比較重妝 我就跟 LiaRyu差不多 現在我們是覺得說 欸我覺得 風塵味或怎樣 沒關係 newbrow 來 哎呦 這個光真的是 激突蠻明顯的 就會有種髮感在裡面 然後盡量把它打開一點 不要 不要再把它包起來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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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便是 Fashion的要素 你現在光整個打在胸口 在發光 沒錯 就是這樣 就算我去法國旅遊 按摩托我前面 喝個滾醉 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這個氣勢 有這個妝容 它都是覺得可愛的 呀 Fashion就是我自己啊 Fashion不在於物品 是在於整個人 OK 等一下啦 它可以做什麼啦 就這樣啦 就這樣穿啦 不是啊這個東西 我怕 這到底要怎麼穿啊 可以嗎 加油 衣服搭的 你買這件衣服是要去哪裡 你買這件衣服之後是有夠難搭的 怎樣我現在是要演唱會嗎 搭這樣骨子群很掉 你看 這件衣服平常你也不會穿出去 但它要去的譬如說是Fashion Show 比較重要的場合 但重要的場合 氣勢又有點太強 所以就是剛好 我剛剛頭髮跟剛剛一樣 剛剛竟然都畫了紅唇 然後比較兇的眼線 但這件衣服 我剛剛試了搭了褲子 它看起來會更兇 然後更老氣 所以呢我幫它搭配了一個格子群 格子群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搭配 上半身氣勢非常高 但下面就可以帶出一點可愛感 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好了 夭壽 OK它背面是長這樣 然後呢 我也不會搭滴馬尾 因為我們已經穿格子群了 所以就不要再搭滴馬尾 滴馬尾會顯得它的氣勢更強 現在來我們現在搭上一個新的墨鏡 有點琥珀感 Chanel琥珀感的墨鏡 他的傷口是在其中中 不管別人的目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走一點有點小韓風 阿 鈴敏好珠吸 哈哈 跟大家打招呼 就好像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這是韓團的傳達 比較要過時韓團的傳達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了 跟觀眾 你剛剛那個動作要再一次 我們跟他們說 我跟你們說 今天他所拿的東西 我都沒有看過 我完全就是隨便 從我的衣�打開 我就隨便拿了一些衣服來配他 這一次的任務我覺得比起往常 難度再高個3到40% 不僅很難搭設計也非常奇怪 有亂買衣服亂買成這樣 我覺得你有亂買衣服 OK 這樣子行嗎? 我覺得今天的拯救達幾分? 那這個肯定有120分 你怎麼這麼好? 欸你都不會給我或怎樣欸 因為我是真的很想要有人拯救這些衣服 你知道嗎? 我覺得啊幹完蛋了我買了一件爛衣服 又要拿去就醫回收了 你把他救起來欸 但是他還是爛衣服嗎? OK 今天我們的麻西亂買衣服之 剪裁完全到不行之 我不知道他買這個幹嘛的換妝系列就到這邊了 OK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呦吼怎麼了? 等媽媽換衣服喔? 我也是欸 欸 你剛剛不是玩得很開心 你現在給我裝乖 你在給我裝乖 Oh my go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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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